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相信未来新能源车的需求依然很强 如果去做这一份侵状着脚对于未来的增长 都是一个挺有potential的增长动力 中央空调和新能源车的空调来说是将来的亮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在这个基建 加速上马和内房应该慢慢慢慢 其实真的可以拆重产业链 做好一点的起楼 多一些人入伙 如果我对那个加电需求会上升的话 那些加电股其实是可以去看的 可以算加接 现水平来说 我认为你看着 要是它在抽上去 其实立刻有专栏都写一个 那就可以先上去看哪个位置 11.5元 11.5元 如果它向下真的不行了 抽完高上来 都向下出了哪个位置 我觉得其实是要看着9元 如果你真的连9元都失了的话 其实就应该要先走一走 然后你先观望 你观望看到它整股得到 好像又向上回 才再抽回回去